真的在那個換季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撕那個皮 有時候撕不好還會流血 手掌跟腳掌 圓圈狀的那種拖還是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就像舌頭皮那樣一片一片 平常都是上完粉底液 然後再鋪上蜜粉 但到下午的時候 你的鼻翼就會開始 這邊會開始有些屑屑 像我自己平常出外型 特別到秋冬這一段時間 妳的粉要換了吧 不是 它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妳早上保濕做好 當下妳鋪完臉的時候 是不會有肝痕的 但是妳會發現 妳到下午的時候 妳可能在補妝補一些粉底液的時候 開始這邊就會掉一些屑屑 有 婚姿今天的女人我知道 我們錄影的今天 我昨天晚上終於 沒有開冷氣睡覺了 天已經慢慢地變涼了 妳有沒有感覺呢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又來了 開始這裡也癢 那裡也癢 全身都很癢 奇怪了 我講的是皮膚上面的癢 因為換季了 尤其是秋天 秋天到了 想到就是吃螃蟹的季節 更癢 怎麼辦呢 其實有一些些小小的配搏 譬如說 螃蟹一定要吃活的 死掉不能吃活 對 尤其是大雜蟹快來了 那這保養上面有沒有要注意的呢 或者是在頭皮發癢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洗頭洗髮精 需不需要換呢 請叫三位大師了 Rain the shirt 你好 歡迎我一屎 Rain the shirt 大家好 你癢不癢呢 其實我自己換季 我有自己是 等一下 鏡頭蠻多的 嗯 是 凱希 嗨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他 現在會叫我 欸 欸 哈哈哈哈 欸 其實我怎麼說 有嗎 蛇 有嗎 有 是 妳說是不是 是不是 欸 我剛剛有這樣 你自己回來了 又來了 自己回來了 我真的啊 沒有 她 你現在是 欸 我有 沒有 你剛剛是說 欸 我真的愛自己 不要不要 欸 其實我自己換季 我有自己也是 等一下 要 欸 真的喔 是喔 哇 我這麼沒禮貌 沒有啦 太熟了 不問你 不是 你會不會講不 我這樣 不亂講 不想 不亂想聊 好 好 沒有啦 我自己換季也是 我其實忘記我問你講 換季的困難 換季的困難 你要我哪裡癢 我自己的話 我是背 我也超癢 我也是 對 背 你昨天有沒有看到 我整個背都是我自己抓的 我想說 巴傑的背怎麼回事 那麼多抓痕 就是太乾了 都一直抓 那我們乳液又一個人 差不到 對啊 那就是什麼 記者 爛記者 問什麼爛問題啊 那你 你可以找男朋友幫你 我說 爛男朋友 好 你不要乱 我一起 我 不是 你的背怎麼後面都對不對 因為我要擦乳液對不對 你乳液這樣擠喔 你要這樣 手 要這樣對不對 爛藝在那邊 你甩過來 就在後面牆壁上 是不是 地板上 你 你到底講完了沒 我講完了 換季 我覺得 皮膚吧 臉的鼻頭 兩色最容易脫皮 對 因為你們會不會一直省鼻涕 會 會過敏 會過敏 所以一直省鼻涕就會脫皮 然後皮膚也會變得有點粗粗的感覺 對 顆粒感很重 顆粒感很重 對 沒錯 但是我們今天有幫大家整理出一個 換季的四大困難 好的 那我剛看完第一條 第一條我覺得 每一條你都有 沒有 不是 第一條我覺得 很可憐 你們看完就知道了 你們看完就知道 乾巴巴 就是這個 乾巴巴有點尷尬 這在哪裡都不好 哪裡都不太 都不好 都不好 對啊 不要不夠水嫩 對不對 問題就會來了 誰這麼乾 乾妹妹是誰 你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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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很直接 我跟你講 這個一定是 母姐會代表 來了 承認了 母姐會代表 一定就是會有這種乾巴巴 有 是不是 是 然後其實我有 我從小就有一個鏡頭 就是我只要換季的時候 我的手掌跟腳掌都會脫皮 只有手掌跟腳掌 然後那個皮有時候 為什麼 你都是這樣從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曉得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體質 然後就是會脫皮 然後有時候 那現在到處都要 消毒要弄酒精 妳不是很痛苦 對啊 可是我以前更厲害 就是真的在那個 換季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 撕那個皮 有時候撕不好 還會流血 手 手掌跟腳掌 是圓圈狀的那種 脫還是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就像蛇脫皮那樣一片 我老實講 我真的很怕跟人家握手 因為人家說 哎呦 你是不是家事做很多 怎麼手那麼足 會嗎 現在也會 其實都沒有做 現在還沒有到換季的季節 對 其實 其實都沒有做家事 但手超粗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就是 尤其是換季的時候 就是保養品啊 那些滋潤護膚的東西 我要非常講究 像如果 我其實是不太夠 我要先擦 然後再擦霜 油把水包住 然後再擦霜 這樣對不對 對 把它鎖住 因為 只要是好的油 它的分子很小 它比較有機會 可以滲入到比較基底 那你再利用霜的一些護膚 或保濕滋潤成分 讓它封在裡面 把它鎖住 對 可是你們不覺得 這樣手塗很多東西 都很難做很多其他事情 他們不做事啊 對 我們就在做事情 人窮限制我們 那個 那個地盤就會有絞勁 它連方向盤都不握了 因為太滑 左轉 然後他就做 哪一盒啊 左轉才送醫院 哪有 左轉才送醫院 有我天目 可是 可是其實 沒有啦 沒有這樣子 然後是廢人 對啊 所以像 橄欖油也很好 很好用 可是我比較喜歡香香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擦完之後 去洗澡 不是 去睡覺 其實就很舒服 就會有一個好夢 所以其實像我的那個 護膚產品都是有味道 香氣 對 都是有香氣 然後都是油 像花香 都是油 那你 泡澡也是油 泡澡是油 像 對 這個可以拿來 泡澡 然後也可以拿來 品嚮一下 光 溜溜的 泡油 泡澡 你浴缸起得來嗎 油很危險 會滑滑的 很滑耶 可是其實油 你洗完以後 你皮膚就自然有一層那個 保養的感覺 就不用再抹油了 你就小 還是要抹一下 對我來講 乾巴巴 對 可是你 那那個油要滾嗎 下油 沒有啦 我的意思說 我是做了什麼事要進豬籠 還要被油滾 我的意思是說 要保持幾度 那個油 水 水溫 因為每個人 像我胃冬 我就會比較熱一點 對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會 太很熱 喔 OK 對 所以這個可以拿來泡澡 也可以拿來擦身體 然後 好 我選的都是很香的 不信 你聞的超香 怎麼了 很舒服 怎麼了 感覺聞了會想睡覺 有草香 對 這個我可以接受 對 好吃香 不然我 好舒服 我都一直以為 它是屬於那種 妳知道 本味 對 我跟妳講這個 這個就昏迷了 這個就昏迷 我喜歡這個 這個有一點草味 好本味 那妳喜歡這個嗎 這就是那個 龍樹下的味道 什麼味道 剝瓜皮的味道 可是我以為這個也很香 這有一點香草的味道 這個 這太甜了 這有點甜 我以為梅亞都喜歡這個味道 就呼迷 我已經覺得喜歡的那個 味道的範圍很廣 可是你泡完這個 如果妳擦那個味道 不就被蓋過了 沒有 就是要 這是奶油味 奶油 它很甜 範圍很廣 然後 然後像 好開心就好了 好開心 然後像泡澡 也是要有味道 那妳 妳的範圍這麼廣 妳的香味 妳會因為心情 今天心情不同 而選擇綠草香 還是要選擇奶味 就那一種嗎 心情 我有時候會看 哪一瓶放比較近 就差那一瓶 所以你看嗎 買的都是我喜歡的味道 我還明白 然後這個是紫圓油 因為其實我覺得冬天 其實這旁邊很容易會 會綠泡 會乾 然後會有肉刺跑出來 所以我就是 肉刺 就是會一個 這為什麼妳都用指甲做那個 去擦香腸來吃 當擦子 不是那種 因為我們常洗手 我們很愛乾淨 我們遵守防疫規則 所以 手其實滿乾的 所以我在 我就會放在我看電視的地方 或者是我的床頭旁邊 車上每個角落都有 車上不能放 因為車上曬太陽 保養品很容易變 所以我就看電視的時候 就看一看 然後就這樣擦一擦 桃生梯也要放桃生梯 桃生梯為什麼要放 我不知道 桃生梯為什麼要放 到處都放梅筆 桃生梯 桃生梯 桃生梯我都有放 桃生梯 桃生梯 對 可是我住十六樓 怎麼掉下來 我不會 就是他就是 對 就萬一在那邊等 萬一半夜火災有沒有 要桃生梯 在那邊等無聊的時候 或者跨個妝 或者是補這邊油 可以做個直播 對 就是類似這種 對 OK 可以了 可以 來 瑋瑜 我冬天臭都是真的 滿容易乾的 但我乾的不是皮膚 就是整個臉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 上完粉底液 然後再鋪上蜜粉 但到下午的時候 你的鼻翼就會開始 這邊會開始有些屑屑 像我自己平常出外型 特別到秋冬這一段時間 妳是妳的粉要換了吧 不是 它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妳早上保濕做好 當下妳鋪完臉的時候 是不會有肝痕的 但是妳會發現 妳到下午的時候 妳可能在補妝 補一些粉底液的時候 開始這邊就會掉一些屑屑 就會很明顯一塊一塊的 屑屑 對 我自己出外景 我自己會帶這種 比較保濕型的這種化妝水 但是因為這種小瓶裝 說真的 妳就是要去百貨公司 跟櫃姐拿才拿得到 或是買滿足額 才會有這種小贈品 所以大家包包裡面 一定都會有的東西 就是護手霜 我就會用這個 假設真的沒有乳液狀 那種小瓶裝的話 我一定會使用戴戴護手霜 我就會把護手霜 在要補妝之前 我先把它狗在我的鼻翼這邊 然後開始用手嚕 用手這樣嚕嚕嚕 然後妳會發現 妳那個乾皮就會開始掉下來 對啊 然後還會有一些些皮是這樣子 沿著這邊邊黏著對不對 對 怎麼辦 這時候就要有一個東西 叫做 這個是應該一般彩妝師才知道的夾 這是專門夾那個夾睫毛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好用 這個油票夾 妳會發現它頭是這樣子圓圓的 跟一般我們夾痘痘那個夾子 是不是一樣 所以這個圓圓的 當妳把它放在鼻頭上的時候 它就不會 然後它又可以很仔細地 把妳這個皮這樣一個一個夾起來 很精準 對 很精準 所以我是在塗完 把它嚕完之後 還有一些魚皮 黏在這上面的話 魚皮 對 剩餘的皮 然後我就用這張圓圓 把它夾掉 夾掉之後 我再用一般的粉底液 請問是不是 夾粉式的那種夾子 那個會太刺 那個不好 因為像我出去外景 會坐在車上 會震 那妳拿了 刺激的會很容易擦到受傷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油票夾 那這個要去哪裡買 這要去郵局買嗎 去美財行 去美財行都有 就女生一拿 郵局那樣在幹嘛 不是油 那去美財行寄信 你知道嗎 對 然後這樣夾 夾完之後妳再上粉底液 然後這中間 假設我有脫皮的狀況之下 我就不會再上蜜粉 明白 然後如果有些粉底液 它真的就是撐不久 就還是會很乾 我就乾脆這一塊不要上 我會這樣子把旁邊的魚粉 往這邊剝 往內 然後讓它沒有在粉底液的狀態之下 你只要沒有上粉的狀態之下 它就不會有那乾乾的 一片一片的痕跡 就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人家就不會知道 妳其實有脫皮 就可以用這方式解決 OK 好 我們燕文醫師 是 有沒有要那個 糾正他們的愛事 沒有 是還好 但是我覺得是建議 就是脫皮的時候可以稍微 我覺得那個濕敷的那個是滿好 其實有時候我 如果有錄影的話 它也是 我會稍微濕敷一下 再上那個 粉底液就會比較OK 只是有時候會擔心 如果用濕的話 會不會連好的皮膚也一起 可是你不把它濕掉 它就會有一層皮的那邊 就白白的一片一條線在那裡 所以就一定要把它濕掉 用棉花棒稍微撈一下 應該也是 就是撈不乾淨 所以最後才到這裡 因為我前回機有一道手續 是這樣子撈它 還是妳去那個礁溪一趟 然後去把那個臉泡在那個溫泉裡面 然後吃光 不不不 對啊 它不是咬妳的腳嗎 就把妳的臉泡進去 好厲害喔 對啊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魚的感受 對啊 人家喜歡吃腳皮 為什麼要吃我鼻頭的鼻 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 他真的喜歡吃腳皮嗎 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吃呢 因為他們沒得吃人吃腳皮 他頭要下去耶 不是魚耶 然後他憋氣 對 都搞錯這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瑋茹那個方式 它就是一個比較像急救型的方法 因為他一定要把皮處理掉 還可以再做後續的動作 可是他應該先把他的皮膚 因為他皮膚其實有點瘦損 你必須讓他先回到一個健康的狀態 他自然就不會脫皮 那你再長出來的皮膚也會是好的 你這時候你在上妝 你在做任何保養 其實都是加分的 今天有適合他的嗎 有 而且這個產品 它應該 十月才會在台灣開賣 你應該算是第一 真的假的 你會用到嗎 產鮮體驗 今天我帶的這個產品 其實它有一點點特別 這個品牌來自美國 然後它最有名的是 他們的一瓶可以喝的水 它叫信號分子水 這個水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的皮膚 讓我們的身體的機能 回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就是這一瓶 這瓶凝膠 看起來有點不起眼對不對 對 它擠出來其實是這樣子 它的包不明的耶 它好凝露 水凝露 它很像水一樣對不對 好 我先讓醫師來試試看 包裝很實際 不浮誇 對啊 而且亮又多 很中庸 對 你們也試試看 很像水的 好水喔 一吹掉變水 變水 對啊 不要嚕 你不能嚕 你不能嚕喔 我嚕掉了 嚕了完全秒 馬上就不見耶 對 我們直接呢 張維如的狀況 因為它說它很乾 對 所以我會把它類似像 面膜的原理 稍微薄薄一層 就容易脫皮的地方 對 你們平常 自己在擦的時候 用拍的 把它拍進去 而且它沒有香料 它完全沒有 好快 好誇張 這個其實是 對 而且你會覺得 它吸收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 好像有一種縮緊 那個作用很像什麼 我都 而且身間變得很白 對啊 會提亮的感覺 馬上就有水了 然後你會覺得 它好像在發揮作用 就是你會緊緊的 對 對不對 而且會感受越來越明顯 對 開始縮緊了對不對 因為代表它的分子 真的夠稀 有 所以 你擦了之後 你一越拍 它會越深入 要用拍的對不對 不可以用推的 你不要用推的 你就這樣拍 然後因為我把它像有點薄擦 像面膜一樣 所以我會讓它等個 大概30秒 老師 那我們是在洗完臉 洗完臉 化妝水後可以用它 好 然後等它完全像這樣吸收了 對 吸收了 再擦後續的綁筆 再擦你任何的 而且你看它的精華 它同樣也是做這樣的質地 都很清爽 就是很符合我們 台灣消費者很喜歡的 質地的需求 這個也是要用拍的嗎 這個我建議也可以 用拍的 都不要推開來 包裝很漂亮 因為它的分子都做得夠小 你只要拍就進去了 所以擦完 剛剛那個就可以擦 對 你就擦這個 像比如說 我就加強在它的眼睛 等一下 好水 它們都很好推 對 而且這一瓶 我覺得你會越用 會覺得皮膚越來越提亮 有一個很特別的成分 大家應該沒聽過 叫蜜乳番麗汁 其實是什麼呢 他們的學名叫蜜乳番麗汁 可是為什麼要加四夾 為什麼要加四夾對不對 它可以舒緩跟鎮定皮膚 對 所以我就加上一個白 好白喔 好白喔 好嫩喔 摸起來感覺差很多 對啊 有影響感 嫩嫩 兩隻手完全不一樣 然後像有紋的地方 我都建議大家是這樣 就三八紋這邊 對 你都是用拍的 柏紋啊 柏紋啊 還有眼下才行嗎 這個都可以 像剛剛那一瓶 凝膠啊 還記不記得 第一瓶 身體也可以擦 對 我都在想 整個胸部都給它擦 給它拉起來 拉提 身體會變很緊 比心靈線 擦 對不對 最後再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 它的霜是這樣用 燈光的那種 這樣很衛生耶 對啊 很新鮮耶這種 對啊 而且它們都沒什麼味道 對 對 沒什麼香精 那霜呢你就可以呢 比如說你就可以在手上 霜就可以推了 對 就可以推 然後其實 我覺得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它叫海茴香 應該在一些抗老產品裡面會看到 這個海茴香呢 它其實在歐洲人 就以前的歐洲 他們的是船員在用 最後這個霜上上去之後 我整個人感覺就是 這邊就是一道膜 你知道這樣擋在這前面 就有那種縮起來的感覺 它好多喔 你看 你看 超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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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這邊整個是緊的 我現在連眼角這邊 都有感覺到是這樣子緊的 黑眼圈來的 黑眼圈最好拉在這裡 黑眼圈 另外一邊 眼袋這邊最明顯 對 那好誇張 沒有 你整個蘋果肌也拉上來了 對 真的 真的 妳又回春 對啊 我現在感覺這個皮膚就是緊緊的 有緊的 有一個東西這樣子拉起來的感覺 對啊 而且好簡單 第一瓶那瓶很重要 因為它一定要讓你的皮膚 每一瓶都重要 對啊 都很重要 但第一瓶呢 它就是做到一個最關鍵的動作 讓你的皮膚回到平衡 跟健康的狀態 你知道你後期你會發現 你在擦任何保養品的時候 都可以加分 而且效果會很快 好燒喔 可以耶 簡單 好燦 羨慕嗎 只要選對適合的保養品 再上每天勤勞的保養 換季也不用擔心皮膚乾巴巴的囉 盡量如果開始有乾癢的問題 建議大家洗完頭 其實不要包毛巾包太久 因為這個也會造成 頭皮會一直你知道 那個會有細菌滋生嘛 因為悶著 當你包著的時候 這支臭味的來源 因為日生戲劇 乾哥哥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有 就是 頭皮癢 換季 怎麼會想痘痘 已經有人舉手了 就是我 我就是秋冬換季的時候 不但是乾巴巴 還會乾癢難耐 全身 不是身體就好也有 但是全身都會癢 因為我會脫皮 就是抓的時候會有白白的雪 然後像我現在 其實我從中秋節開始 我就沒有在吹冷氣了 我的保養品 已經全部換成秋冬了 但是我還是都會有 皮膚 臉頰 脖子 我最嚴重的是頭皮 像剛剛化妝師在幫我吹 吹頭髮的時候 我自己都聞得到我頭皮的味道 妳有哪些洗頭嗎 那化妝師不是更困擾 對啊 我自己都聞得到它 我自己聞到 像我的化妝師不是在最裡面嗎 我告訴妳 好多人那個頭油味 一直漂到妳那一間 那邊又不通風 你知道我快死了 交到裡面 因為太濃了吧 沒有 有些真的好濃 我們化妝間那麼小 很濃 就是有個油耗味 對 然後我除了會油之外 我就是會癢 那我會自己抓 有時候抓一抓 然後他們就會說 妳有頭皮屑 就會有那種白白的屑掉 還是妳有獅子 妳不知道 對啊 很嚴重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又很喜歡去游泳 所以我常常去海邊游完之後 根本就還沒有洗頭 就已經頭髮整個就是裂開 海邊完然後不洗頭 我很想洗 但是我在洗之前 我已經全部乾癢 已經抓了 對 所以其實我在秋天的時候 我每天 我每天都在急救我的頭髮跟頭皮 像護 大部分的人用的那種 急救護髮 我是每天當成潤髮乳在用 然後像這一罐 是噴頭皮的 讓你的一些促進頭皮生長 可是因為還有薄荷 所以我只要頭皮癢 我就會這樣一直噴 就是沒事就一直噴 不然我在人家面前 就是不停地抓頭 這滿難看的 然後還有這種急救的髮膜 市面上有任何的新品 我都會去買 因為我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辦法 扛錯我這種小毛 亂翹的小毛 特別是秋冬季節 所以呢 就是只能一直抓一直抓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師 好 其實你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不管是不是換季 越來越多人會頭皮有乾癢的問題 那很回歸到的是 生活作息 飲食 或是說你的清潔用品 選擇適不適合你的頭皮 那像謝忻說 因為你有時候你去游泳嘛 海邊會乾癢 其實因為有時候 因為海邊有 海水有鹽分 然後再來游泳池 會有過濾水等等 其實那些都非常傷頭皮嘛 那鹽分在頭皮上 它是會一直 會讓我們的角質也好 或是有一些 促進一些發炎的狀況 那剛剛欣貝姐講到說 頭皮好像不知道要 抹乳液還是抹什麼 去保養它 那就會有出很多種 今天我帶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像現在市面上 除了一些養髮液以外 它也有一些可能洗前用的 或是洗後用的 它這個是石流的髮醋 它這個髮布 為什麼它是醋 對 它是石流 是它用喝的裡面的成分來萃取 因為它可以平衡我們頭髮毛齡片 可以密合它 然後可以讓頭皮回歸到 流水平衡的狀況 它的它打開是有點像是化妝水 用倒的 對 你就直接倒在頭皮上 倒在頭皮上之後 你就這樣按壓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油 在裡面的成分 所以不會讓你頭皮有負擔 你就按壓完之後 停留大概三到五分鐘 它可以 真的喔 因為它是果香 很重要耶 而且因為頭臭千萬 因為它都有頭臭味 所以 其實跟客人說 應該說跟所有消費者講 頭臭絕對不是用 比方說像乳雲姐 那一種的香分類的來蓋 一定是清潔或鎮定舒緩型的 長期使用下來 頭臭味才能減低 所以像這個十九處 我覺得 怕不挑頭皮的狀況 任何人都可以用 但記得不要有傷口就可以了 我有問題 像那個青少年的小孩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油脂分泌比較旺盛 特別重 他們每天洗頭 那個頭味很重怎麼辦 我覺得反而是 他們要用的 青少年用的洗髮精 越單純越好 真的喔 盡量不要有任何香味 反而會減低那個味道 因為會有一點 因為你想要蓋過它 但是它那個味道 其實會有反效果 會更嚴重 對 那剛剛說這個是髮粗 那他們也有出同系列 你用完之後 你可以用的髮膜 這個就針對於 如果你頭髮在換季的時候 特別乾 髮尾很乾 但是你又不想太油膩的保養的話 你就可以 我就推薦這一組 他是他頭皮的嗎 他髮尾 剛剛這個是頭皮 然後那個是髮尾 好 然後再來 像洗完之後呢 像剛剛那個謝忻講到 那個是養髮液嘛 可以促進頭皮的一個生長狀況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它也是平價系列 它在韓國 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它也非常好買 台灣也很好買 那它裡面跟一般養髮液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有清潔效果的養髮液 所謂清潔效果 不是它可以起泡 可以洗頭 而是我們在領養髮液的時候 它有辦法可以代謝我們角質 會臭就是角質過後 你沒有洗乾淨才會臭 不是說你流汗而引發的味道 是因為我們沒有洗乾淨 那腳質一直堆積堆積到 它有細菌之後會臭 就長高了 對不對 醫生 那我一樣 對 而且它很方便 它是做低管式的嘛 所以我就要準備吹乾的時候 我一樣這樣領 吹一下 然後就不沾手 領然後就這樣按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停留一下時間 再吹乾 吹乾 對 它裡面除了 剛剛說的清潔的效果之外 它可以強化髮根 然後也都是安全溫和的配方 所以它才可以每天使用 然後再來像 所有人都有乾癢的問題 包括現在換季特別的銀明顯 那現在推薦這個 它就是適合頭皮非常乾 或是頭皮有頭皮屑 那很多人會想說 我用去屑一直用 會不會就好 但它不是製本 因為根本是 你要回歸到你可能平常 是不是頭皮 真正的問題是 除了乾癢以外 是不是還會異常出油 所以它才會有皮屑增生 那它這一瓶除了幫你控油 它還可以代謝我們的角質 所以你才會達到抗屑 所以這一瓶的話 它就是有不同的品項 它比方說有乾性油性 然後跟頭皮屑等等 可以去挑選適合你的頭皮 好 這個是頭皮保養 最後再來介紹一款 它是不油膩非常清爽 它也不只適合換季的一個 護髮保濕霜 那這個它比較厲害的是 它名字叫奧黛利赫本霜 好厲害 它是英國的品牌 英國的非常有名的頭皮醫師 創立的 那為什麼命名為奧黛利赫本 就是因為它是 它的髮型師 它的頭皮的健康管理師 所以它幫它特別量身打造 訂做這一款護髮霜 奧黛利赫本不喜歡洗頭 不是 它髮質可能長期造型 因為外國人頭髮會更細 對 所以它非常非常受損 受損到有時候一下水洗完頭 之後要用護髮的時候 你頭髮已經斷裂了 所以它成分重新去調整到 你就算在後續用洗髮精都不會打架 所以它在我們洗頭前 你可以稍微頭這樣 就是臨棚頭沖一下 不要到非常濕 你就可以打開然後抹再髮尾 甚至有一點接觸到頭皮都沒關係 因為你等一下是要洗掉的 那也很多人用在 我可能有運動的習慣 那我就先抹完之後我包著 我就開始做塔巴塔 開始跳正多葉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都是OK的 因為它裡面都是算天然的成分 了解 再來它不會有太多敏感 然後你在洗完之後 它反而會比你洗後 護髮效果還來得滋潤 而且非常柔軟 所以我滿推薦給 比方說你很怕油膩 或是說你不喜歡洗完頭 後還要額外在等時間的人 你就可以使用這一罐 那如果頭上有造型品也可以嗎 可以 它的效果是取決於你頭髮打濕 毛鷹片髒開的時候 你讓它抹上去然後停留 它會讓頭髮恢復到 原有的彈性跟健康 所以老師我從海邊起來 我就可以先抹 可以可以 因為它不用預留時間 它只是你先多一個步驟而已 對 所以分享給大家 我的還不錯的產品這樣 好耶 換季的時候我會直接變豬頭 又癢又痛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以前不會 好像是過了25歲之後 我開始會對換季過敏 一敷面膜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刺刺的 那就覺得說是皮膚乾 所以它在吸收那些保養品 所以我就沒有管它 我就敷了大概15分鐘 一撕下來我就變這樣 好耶 那第三條呢 就是皮膚變皮膚的喔 我剛剛講的喔 對 這大家都有臉 臉很明顯 它好像有一個週期 就會開始會比較粗 對 粗完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它又變嫩 很像蛇脫皮 蛇脫皮 因為就是大家很常會有症 你覺得自己皮膚很好 然後可是到換季的時候 就會很粗糙 你怎麼上妝都覺得顆粒感很重 但我覺得是不只臉 就是是連身體都會 因為像我臉是如果要脫皮 就是有那種粗糙感的時候 是臉頰眼下這邊很明顯 或整個這邊都會有屑屑 所以我就會知道說 因為最近開始要換季了 我就會開始要換更滋潤一點的保養品 可是我覺得像手腳就很明顯 因為像我老公是很愛摸我的人 就是 就是很 這一話是什麼樣 他很愛 他很愛心髒的時候 不然老公要摸別人嗎 當然是摸他 但他就是無時無刻都會一直摸我 那種就開車摸 然後在家就是經過我 會這樣摸我一下 可是只要一換 那是哪裡啊 對啊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對 所以他就是最佳見證者 就是因為他有時候也會很常 我們都在沙發上看電視 他就會這樣用腳勾住我的腳 但是平常皮膚好的時候都沒問題 就會一直這樣磨蹭嘛 可是一換氣 好有畫面 一換氣的時候 他這樣腳一夾過來 他就會就 這樣 他就會把腳移開了 他說你最近皮膚很粗糙耶 他平什麼鞋子 對啊 對啊 你老公皮不要自己粗糙 老公皮這麼嫩喔 所以他就會 他一講我就知道說 那我要開始擦乳液 因為像夏天我不擦 就是狀況也很好 可是換秋天之後 就真的要開始擦 因為我的皮膚就很敏感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應該大家都很有感 有會啊 特別是關節素 關節素 對 像我很有感 因為我覺得夏天可能是因為 曬很多太陽 然後你可能就開始皮膚 就會變很粗糙 那妳有人摸嗎 我沒有 沒有 好可憐喔 沒有 沒有人摸也要擦全部 沒有你沒有人摸 你摸都覺得有差 我老公可以摸你啊 你等到有人摸的時候 再來弄乳糊 對 慘到我還去找王醫師求救 所以我有拍了一個VCR 大家給我看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今天特派員凱希 大家都知道變美 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尤其是醫美 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到底最近呢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變得更美更年輕呢 今天呢我就特別來到醫美診所 要來好好請教一下 我們的王醫師啦 走 王醫師我想請問妳一個問題 就是最近醫美最夯的項目是什麼 最近最夯的項目應該算是皮秒雷射 因為它可以改善浮況啊 讓皮膚變得比較近白啊 比較有光澤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有個問題 蠻困擾我的 就是我發現我最近的皮膚變得很暗沉 尤其是手臂啊 還有背部的地方 只有上節目又會穿這種會露出來的地方 我就想說會不會嚇到觀眾 這個問題我要怎麼解決 我看一下 好你幫我觸檢一下 就是 其實真的還好啦 只是因為我們可能 手肘的地方 或是背部 我們比較保養不到 所以它會有一點角質堆積 會摸起來一顆一顆粗粗的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有沒有哪個醫美項目是可以幫我改善這個 喔 醫美項目的確是有 可是因為畢竟我們醫美診所一個月才來一次 所以我覺得居家的保養是更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產品可以推薦給你 那今天就推薦你這一瓶 全系列注入醫美精華的全能精華身體乳 它裡面含5.5%的果酸精華 那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代謝角質啊 然後去除一些身體的粗糙顆粒 那可是另外同時呢 它裡面也有含神經吸氨跟菸鹼吸氨 也就是我們的維他命B3 所以它可以讓同時讓皮膚變得比較水潤有光澤這樣 這瓶經過百分之百的消費者實驗證 是三天改善粗糙顆粒 而且可以溫和的幫你代謝角質 三天 也太快了吧 我現在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 它很好推耶 而且好快就吸收 重點是它的味道是香的耶 是舒服的 而且我剛剛有發現它這次的包裝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 因為我點認不太得 對 因為這是它這系列這個品牌 它第一支出的維生態修護科學保養 它裡面有富含高濃度的益生源修護精華 所以它可以不只讓我們的皮膚變得比較亮 比較光滑 可以讓我們的皮膚提升防禦力修護力 還可以增加皮膚的穩定力 有耶 你看我一擦完 就擦很多耶 我覺得它是身體乳液算是天才等級的 因為一擦上去就有感覺 而且馬上變得有光澤 對 它的綽號就叫拋光小天才 這麼巧 醫師 那它這個是可以每天使用的嗎 對啊 它就是可以每天使用 可以當你的身體乳液這樣子 而且因為它是開架式的 所以非常適合小資女 CP值這麼高 根本就是錢包無痛的醫美大法 謝謝醫師推薦這麼好的東西給我 我要回去每天用 希望我可以皮膚越變越亮 身體乳液喔 對 它是身體乳液 我以為是那個感覺是那個 我以為是 一一眉還是什麼 而且它其實是那個國民品牌 就是我們一定都用過 真的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麼巧我們這邊也有 這麼巧 它改包裝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顏色 因為它有像3號4號跟5號 那3號它就是幫我們亮白的 亮白 對 它的成分就是菸鹼吸藍 所以它就是讓我們的皮膚可以提亮 然後抑制黑色素生成這樣 這是3號 然後4號它裡面就是富含玻尿酸 玻尿酸的話就是幫助我們保濕啊 修護 在秋冬的時候很需要 3號 4號 對 然後它還有5號 對 那個牌子就是要抑制黑色素生成這樣 那幾個 醫師還在講你們一直抹 好過分 狂又搭腳都抹 拖鞋抹了 然後這是5號 5號裡面就是 果酸就是加強我們皮膚的代謝 可是因為 大家知道我們秋冬的時候 皮膚已經比較脆弱 如果又加強代謝 有些人擦這種果酸 會覺得很乾癢 對耶 不舒服 所以它裡面就還有加那個 神經吸藍 就是也是修護的成分 就一邊幫你代謝 然後一邊幫你修護 那我怎麼知道我應該要適合哪一號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是皮膚那種摸起來粗粗的 有一點顆粒的話 或是暗沉 就可以用5號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更加強版的 除了不要摸起來粗粗的之外 摸起來 要看起來也亮白的話 就是5號加3號 那應該哪一品先 順序呢 我們5號要先 好 先代謝 所以我可以買3罐 然後混著用對不對 對 那像我們這個5號就是 先讓它厚膚 這是洗完澡之後 對 好像在敷面膜的概念 很像厚膚 好喜歡這個味道 看起來好水 我們就是厚膚一到兩分鐘 因為它裡面有5.5%的果酸精華 讓這個果酸下去作用一下這樣子 如果說是皮膚比較乾燥的人 我們就是可以用這種 玻尿酸精華 讓它補水 對 4號 那就是可以擦在一些 比如說腳 容易摸起來看到皮膚那種一塊一塊的 有時候 軍裂的狀況 那因為這個就是開架式的 所以其實很小子 大家全身都可以 真的 那每天都可以用嗎 每天都可以使用 每天都可以使用 5號也可以 對 每天5號都可以使用 力值很高 好 對啊 因為它本來就是 就是我以前在我年輕的時候 還沒有這麼多保養品可以選擇的時候 就會用凡士林厚厚的 褲臉睡覺 對 加強保濕跟修護這樣 那個厚褲就不要用了嗎 可以用 可以用 插在一些腳後跟或是膝蓋的地方 或者給媽媽用 媽媽這個我這個體有點多 會多一點 擦完之後 兩邊這邊就會比較亮 有 對 這邊就會比較亮白 而且摸起來其實比較細滑 而且肉眼看 你會發現它原本這個乾燥的地方 變得比較細緻 真的要保護 我們這個 這樣就是已經把我們老廢餃子 代謝掉了 我們接下來會使用這個3號 它叫透亮小燈泡 是因為它裡面有煙鹼吸汗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抑制黑色素代謝 也是要後敷嗎 不用 這個就是薄薄的擦就好了 然後裡面也有百里如醇 所以可以讓我們皮膚比較透亮 改善暗沉的情況 它也可以均勻膚色 對 那我可以很 背 背 其實我自己在擦背的時候 我都會 妳怎麼擦妳教我 妳教我 我會這樣 好會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擦完之後 這是在擦完3號 所以因為會再更亮 妳很亮 更亮 而且其實摸起來會很細 好嫩 劉玲老師可以摸看看 很滋潤 好誇張 真的 這裡好嫩 而且好嫩 會比較滑的 這裡很像很嫩的絲瓜 這裡有一點像 口臭 乾的絲瓜 太乾的 口臭 拉氣皮的 洗那個 太瓜布 對 就是好像沒有水分 對 好奇怪 為什麼才擦這樣子 感覺它就是非常重的一隻手 因為 吸飽了水 對 就是有水分的 水分很足的感覺 它就是瞬間補水這樣子 然後也是可以擦這種 很奇妙 就搭配著使用 這一瓶就是經過實驗數據證實 7天就可以讓我們的膚況全面的升級 改善暗沉 漂亮喔 就從開始換季的時候 就是開始 對 9月的時候 我覺得9月就可以開始擦 太好了 而且這樣每天持續用 我覺得 因為很多人常會發現 你秋冬一過之後 就春天一來 你的整個皮膚都是臭的 對 因為你們會覺得 穿厚厚的衣服沒差 沒有感受 對 可是你就這樣腳趾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其實到了你春天的時候 要脫衣服的那一剎那 你會發現 不會滑 好粗喔 還有一些會有暗沉 對 因為 摩擦 摩擦 內衣的那個 還有這個 腱下 關節的地方 對 好的 厲害喔 保養就是要細心做 肌膚才能細嫩又透亮 就算是遇到換季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肌膚的 有問題 年輕人都沒在喝水 因為喝飲料 裡面還有一顆一顆的蒸奶 對 而且那個糖類 其實也是會讓皮膚老化 對 讓膠原蛋白破壞 亂裂 是嗎 糖會 就算他們再年輕 16 7歲 會 如果一直喝飲料 或是喝酒的話 就是看到 其實越來越不好 好的 最後來看看你有沒有 好的 最後一條 又癢又痛 好 太慘了吧 哪裡有 真的 又癢又痛 什麼意思 你那個表情我看不懂 是心嗎 是心嗎 我覺得這個痛的位置 跟癢的位置很重要 什麼意思 不然會很尷尬 你怎麼說 不懂 我就是又癢又痛的代表 好 給大家看一個照片 就是前面三個我都有 但我會進階到 換季的時候 我會直接變豬頭 又癢又痛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以前不會 好像是過了25歲之後 我開始會對換季過敏 就我換季的時候 我的臉會先開始乾癢 然後乾癢的時候想說缺水 那我要敷面膜 然後一敷面膜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刺刺的 但就覺得說是皮膚乾 所以它在吸收那些保養品 所以我就沒有管它 我就敷了大概15分鐘 這是整個連臉 很嚴重 就是它是整個是腫 然後它會紅 然後會顆粒感 然後重點是它還會脫皮 你這像中毒吃壞東西 對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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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真的 沒有 真的就是敷面膜導致的 然後我就去看了醫生 然後醫生就有說是 有可能是因為我乾換季 皮膚會開始不穩定 不穩定之後你敷面膜 它刺激到它了 它就開始 爆發 對 然後 我那時候還有抽血淹過敏原 它就說比如說塵蠻灰塵 就是你換季的時候 你全部都要用乾淨 不然它都是會刺激你的 對 那就是過敏性皮膚炎 換季的時候 但就像我們前面講到 因為換季的時候 皮膚本來屏障是 皮脂膜是合起來的 但換季的時候因為乾 所以它會開始這邊 翹一塊 那邊翹一塊 變成我們以前 在使用的護膚產品 可能都是很OK 因為這些皮脂膜 它會幫你過濾掉 比如說酒精 或是那些過敏的成分 可是現在因為它已經翹起來 所以你說那些塵蠻過敏 就會從這些洞洞都進來 就會引起皮膚發炎 另外還有應該是 過了25歲之後 才發生這個情況 是因為 我們皮膚的保守度漸漸開始不夠 我們皮膚底層的膠原本 也開始慢慢的流逝 所以就會吸部水 所以妳的意思說25歲以前 我們可能 比如說一天喝1000cc的水 就夠了 可是25歲以後 妳就要喝到3000 就是要多喝水 多喝水是真的滿重要 然後皮膚的基底的保養 也是滿重要 可是她年輕人都沒在喝水 她都喝飲料 然後裡面還有一顆一顆的真奶 對 而且那個糖類其實也是會 讓皮膚老化 對 讓膠原蛋白破壞 斷裂這樣子 是嗎 糖會啊 就算她們再年輕 16 7歲 會 如果一直喝飲料或是喝酒的話 妳們看到皮膚其實愈來愈不好 沒有 16 7歲我沒有在喝酒 拜託 你才開始喝了 我應該大概43歲 我真的 可是妳皮膚很好 是不是 我跟妳講 我看過我卸妝的人 妳最那個 昨天記者會 我問她說 妳都不在 我問她說 她說了什麼話 我說 她常常看到我沒有化妝的樣子 難道很奇怪 很醜嗎 她不講話 她不講話 妳們太失禮了 她就跟著記者講說 我在丟球給她 要不然旁邊處了一堆人 然後也沒講 記者也不她們問話 那我就只有丟問題給她 希望有一些鏡頭 對 丟給她 我覺得比較老實 我常常去欣美姐家 什麼 就沒了 我的天啊 妳說 妳說 我還沒看過妳素顏 下次看一下 不是嗎 上次去 是我們錄完也 有化妝 有 我看過妳素顏 因為我都很早來 所以我都會在化妝心的時候 看到欣美姐是素顏走進化妝 對 皮膚之豪 對 皮膚啊 真的 她記完快不會講 我沒有看過 我都說皮膚之豪 這真的 有寫個美寫 妳要看一下 這沒什麼差 真的沒什麼差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這麼多記者 妳不講 妳還不及了 是不是 問題是什麼 還有啊 那個面膜啊 我們可以放在冰箱嗎 冷藏 一般的面膜是可以啊 就是它或是面膜或是動膜 其實是可以 我覺得夏季的時候拿出來敷是滿舒緩 比如說或是謝忻去完海邊回來 這樣子敷其實是滿舒緩的 我有一次 因為我都放在冰箱嘛 這樣一格一格一格 結果 我們的冰箱是這樣一格一格 然後那一格都是我的 保養品 保養品 就是面膜 結果我就拿起來 那個 怎麼為什麼這個面膜沒有 怎麼會沒有動 然後好新奇喔 它有眼睛也可以敷 嘴巴也可以敷 它整片 妳就把這邊這樣 用手這樣搓兩個洞 因為妳這樣整片敷 然後又倒一些 那個保濕的化妝水 你會不會敷到食物 對 我敷到 敷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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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餅的 敷餅 敷餅的那個 是 你敷到敷餅 妳還在那裡吃 敷餅皮嗎 沒有覺得 我只覺得它怎麼沒有洞 不會香香的嗎 對 不會香香的 應該是很有香的 不一樣 對啊 可是以前 超好的 超好的 超好的服貼 以前的人真的會用 麵粉來敷臉 是不是 真的喔 就是在以前沒有那麼多 麵膜的年代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 護膚成分 我媽媽就會用麵膜 然後嚼一點點那個 蛋清 蛋清還有 最後拿下來的時候 還就是敷凡士林 對 以前那個凡士林很嗝 有沒有 對 因為你麵粉加上 蛋清的時候 它其實有吸附的作用 所以它會讓你的毛孔有打開 然後有點吸附髒污 然後蛋黃拿去敷 頭皮 頭皮 然後蛋殼拿去種植物 對 對 我們那就是這樣 對 以前是 但是因為現在有太多 麵膜可以選擇 所以還是會建議大家 就買現成的 對 就不會弄到潤餅皮 對 或是標示好 就是這一個 潤餅皮 就是媽媽就 她們不知道要放在哪一格 對 她就放滿了 她就放滿了 我家裡大概 我家裡才幾個人 她那個冰櫃 冷凍櫃 好大一個冷凍櫃 我們家有四個冷凍櫃 好大 好大 整個門打開後面全部是冰箱 我就說這個時候 冰什麼 是不是 真的是冰爸爸 這冰媽媽 媽媽 這個冰我 這個冰我妹妹媽 你一定要這麼多 這麼多冷凍櫃 她是對的 後來就疫情開始了 反而是可以除 真的是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對 厲害 有的保養品 知道嗎 就是 我們可能一個禮拜 才用那個一次 所以我們就一直把它 恆溫保持 控溫在冰箱裡 也不好嗎 我覺得 控溫在冰箱沒有問題 只是有時候 在冰箱的東西 會放很久 就是它可能過期 然後旺季就會放很久 其實保養品會慢慢的變質 還有我們每次 手進去 是用挖的 進度是要用勺子 比較好一點 了解了 好 Rain老師還有沒有 要叮嚀我們的 在頭皮護理上 回歸到日常清潔 盡量如果開始有肝癢的問題 建議大家 洗完頭 不要包毛巾包太久 因為這個也會造成 頭皮會一直 你知道那個會有細菌支撐 因為悶著 我都這樣就睡著 包一下去睡著 難怪你會乾 難怪那麼臭 不是 聽不講到重點 因為當你包著的時候 這是臭味的來源 因為滋生細菌 所以其實在臭 真的是細菌支撐的時候 所以建議大家 你一定在什麼沒時間 頭皮先乾就好 要吹乾 對 頭皮亮乾 就敷好臉 然後就去吹頭髮 對 劉雲老師呢 我覺得其實換季真的 大家多多少少 一定會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超嫌部署很重要 所以在平常的時候 打好肌頂 換季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那些膚況出現 這位主持人 有要叮嚀我們的嗎 要叮嚀我們的嗎 沒有 沒想到我會問你 沒有 對 他今天沒有人 很有詞窮 好了 今天大師們 介紹的商品要去哪裡找呢 請鎖定我們女人 我追到IG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他還在那 我真的還在那想耶 我剛剛很認真想說 大家好我是藍心梅 女人我就當YT來囉 麻煩你啊 給我們按讚分享 開始小鈴鐺哈